一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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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今天有位主角帶來 他的四位好朋友 要來講他的事情 所以我們等一下聊天的時候呢 這幾個站著的人 我會請他們一一的坐下 然後最後主角就會站著 接受我們的詢問 預備 可是在那個錄影之前 那個主角有到化妝間 找我們兩個稍微聊一下天 然後我就說 你跟這四位既然是好朋友 他說 哪有 他有說有的熟 然後有的是同事 有的是幾萬年沒聯絡的 所以好友跟同事的那個 意思是不一樣 對 我們就不要以主角是誰來劃分 我們就以 我們比較想跟誰聊天來劃分 好不好 主角在這兒啊 這個 主角 士林可以先請坐 好 士林可以先請坐 陳春華請坐 我們剛聊過 好 夏可欣你應該有事情要問他吧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你好像 越來越漂亮耶 因為我最近妝比較濃 你有沒有覺得他快要嫁到 比佛麗山更濃 沒有 而且你覺得 平衷懸懸 哪有人自己承認妝濃的 陳春華 陳春華她這個是貴婦的打扮對不對 對 的確是啊 就是應該是 貝克漢老婆的好朋友 而且陳春華她為什麼 長得比你漂亮 因為她 我問過你 這什麼問題 為什麼 她應該的啊 因為我像她這年輕的時候 比她更漂亮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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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問過她 因為你知道她 她沒有上妝的時候 好白好白喔 為什麼你那麼漂亮 主角卻也不帥啊 就是 抓不出她的風格 因為你一定要教一下 主角怎麼樣做微整形 他常常會做過頭 主角只做了兩次 就被那個主持人講了一輩子 交友不順啊 而且為什麼 你已經很白 我就要把她裝的 你是不是都用精華液泡澡 不是 因為前陣子都在出外景 所以後來就比較補回來 可是你這種年輕人 怎麼會有這種經濟能力 買那麼貴的保養品 我也不年輕了耶 幾歲 26 26 26 你太長了 六十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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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他露底庫要踹你 連主角都忍不住要救他了 好 你今天是以他的朋友身分嗎 對… 所以你不要太詳細 對… 好 你請坐吧 謝謝 好 所以她兩個人呢 有一個是我們很想跟她聊天 另外一個還好 所以阿雅請坐吧 你先坐是想聊還是不想聊 先坐 因為我們有事要跟百姓慧聊 沒有 很久沒有看到百姓慧了 我們最近才看到你啊 還要跟妳聊什麼 也對啊 百姓慧妳去哪裡了 應該因為一直在拍戲 不 妳進場前阿雅出賣妳的 阿雅看著我的眼睛 妳不是說私底下的聊天 不會在這邊 不是 妳不是說我現在很緊張 妳不知道我們的規矩嗎 不會吧 怎麼樣 說那一段是不是我不在現場 妳不在現場 所以我讓妳用選擇題來猜好了 我就跟阿雅說 我說真的好久沒有看到百姓慧 我以前還跟百姓慧搭檔過 主持節目 所以我覺得就是很久沒看到她 然後她真的很久沒有來康熙 然後她真的只出現在時尚派對 對 然後我就問有漢雅 我太緊張了 我不是 然後我要講什麼 主角還是要站起來 擋不住 所以妳到底要要 然後我就跟康永哥說 我說因為妳都是走時尚路線的 然後妳現在比較求精不求量 他不可能講這種場面話吧 這個場面話之前還講了 一個別的事情 哪有啊 是什麼 妳跟我說 這是誰啊 這是誰啊 妳都是我的孩子啊 看著妳們長大了 對 妳先跟我講笑笑話 我看會不會太嚴重 其實以妳的智慧一猜就猜中了 談戀愛 妳看 我根本 我根本還沒開口 她就猜中啊 然後要談怎麼樣戀愛 才會很少出現在工作場合 相隔兩地 遠距離 然後那個男生對她的要求一定是說 希望她少曝光 然後想要解釋 妳真的 怎麼哪有講那麼多啊 她演真的很八卦 不是 妳知不知道妳的朋友是這種人啊 好 所以請問是建築師這一類的嗎 不是 那是 是自己創業還是說 我怕把這撕破了 可以撕破啊 這完全可以撕破 是自己創業的那種型的男生 還是說在某個大公司工作的人 就是一個很優秀的人 不要講話 台灣以外對不對 台灣以外 好啦 其實我有得過別的消息 對 那妳太不公平了 我都講了妳還不講 因為她有男朋友的事 反正就是這樣的嘛 我有聽說過她的男朋友 帥到超出明星 哪一型呢 是吳彥祖那個路線呢還是 跟吳彥祖類似但是完全 擺在一起不會遜色的那種 甚至是比吳彥祖更怎麼樣 沒有 所以妳是貪圖帥的那種嗎 對…我可以坐下來了 所以她是又帥事業又傑出嗎 還是說帥可是事業還好 我現在心臟快跳出來了耶 我們就想看這裡面 反正我們應該為那個白白開心 走到一個 好像聽說是又帥又有才華 各方面條件都很好 那這樣怎麼可能乖 今天不是我是主角嗎 我從頭到我都沒有讓我講 妳可能會讓妳當主角 妳剛才說我最新的單群女漢子 請大家多支持 謝謝 剪掉 有需要這方的結嗎 白星惠 所以有沒有不放心的感覺 就又帥又傑出的話 而且又不在台灣耶 所以妳需要常飛去那兒陪她吧 對 我常飛啦 但是本來就因為工作關係 會到處飛這樣子 所以她曾經也有下令過說 除了時尚派對 不要再參加別的工作 可是我很 現在就是很熱愛拍戲耶 所以只要能拍戲的話 我還是希望可以一直 持續做的工作 一直到我死 她是舞陽做的啦 所以她熱愛工作 她有限制妳拍戲的程度嗎 比方說牽手戲 吻戲 創戲 好像沒有討論過這一題 但是我也不敢講 她看得懂中文 她看得懂中文的作品嗎 看得懂 看得懂啊 所以妳如果在戲 彈情說愛她是看得懂的 那就算看不懂中文 彈情說愛 妳可不可以 我們在過宣度同台 妳可不可以不要一個這樣的 張揚我們的節奏 所以她是看電視的人嗎 還是說她算懂中文 可是她不看 好像幾乎沒有看過我的作品耶 我現在才發現妳這樣以為 所以如果稍微有比較性感 或是跟男主角會親密的 妳會不敢給她看嗎 我其實不敢講 所以她是會吃醋的男生 我覺得多多少少都會在意吧 妳有保護她不曝光嗎 很努力 是怎麼防範的 就是 她不看康熙吧 今天是我害了你 她有警告妳說 我不想要被媒體拍到 我要過正常人的生活嗎 我覺得她不喜歡 可是她如果剛才在 她如果看康熙 要聽到S剛才稱讚她說 甚至不會輸給吳彥祖 甚至超過 她聽到應該爽翻啊 我覺得她會很開心 謝謝妳 那就好啊 謝謝妳 是真的 因為我看到照片 我真的想說 妳要嫁給她 真的 為何我那麼早就這樣說 她是真的很優秀啦 很幸運 所以是朋友介紹嗎 對 朋友介紹 其實就是 妳不要再害我了 拜託 妳只要跟我講真的 妳看到她第一眼的時候 是不是就覺得說 這個男的太優了 我一定要跟大家那個 就這樣 做朋友啦 反正就是因為 就是有幾個朋友 都一直很想幫我介紹男朋友 因為這樣子才發生的啦 結果後來交往到現在 她真的就是那種很好的男生嗎 不亂搞什麼的 我覺得很好 可是是遠距離的話 妳不在說她都可以亂搞 什麼時候才要訪問女主角啊 誰說誰 女主角都過很久耶 身體有差不一 我都困了 我都困了 我要睡一下 好 大家睡一下 睡一下 不困了嗎 妳可以睡啊 沒關係 我覺得夏和熙不會想睡 因為她想拚 沒有… 所以夏和熙一定心裡在想說 怎麼沒有被她遇到的 不是 我現在想辦法要救她 可是我… 對啊 而且已經 妳們已經聊得夠多了 坐一下… 我們兩個還站著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不要這樣 這不一定是一個節目耶 好不好… 所以她會罵妳嗎 說妳幹嘛在電影上面講那麼多 不是 銀光幕前的人 都會很在意這種事情 因為他們是… 對啊 平常這樣子 突然從私底下 就是大家不會注意 然後斷 她有兩次機會 要說出那個人的行業 對 然後說她是在銀行上辦 或者說 女漢子好困喔 好困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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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後面有人在藏意 妳要不要 那亞 好了啦 妳是百姓惠珍的朋友 是啊 她宅的時候妳會把她抓出來 她其實是滿好強的啦 就是會要有一段時間可以走出來 所以妳為了妳的新專輯把她抓來 妳不認為我們會問她問題 我就不曉得在後台跟你聊的事 妳會把她拿來台上講 剛才講都不是在台聊的 是她自己抓出來的啊 依照遠距的戀愛的邏輯是 總會傳一些今天的工作成果 一定要喔 給對方看吧 然後對方就會說 妳今天很美或什麼的 會啦… 我長胸毛都會發給我 你長後台就看膩了好不好 我老公 你看我又長兩個了嗎 沒有… 所以她跟那個人在一起多久了 就是我這張專輯呢 你看這個我今天帶來的 都是軟專輯 不是 不是 這還是打樣的 打樣有什麼好來的 那個節目播出的時候 就已經出來了 其實跟一個這麼好的男生交往 忐忑不安吧 如果對自己很有自信的女生 應該不太會在乎這件事 就是百姓惠是對自己 百姓很漂亮好不好 妳是對自己很有自信的女生嗎 是嗎 是喔 妳有在擔心嗎 跟她在一起交往的時候 一直很怕失去她 這倒不會 所以妳的心情就是 愛就愛 如果真的分開就算了的心情是嗎 妳這句話太恐怖了 這還不這樣換都還… 人家講都不行 不是啊 我這樣回去 我怕會跪算盤耶 拜託 這麼怕耶 就是現在很好啊 就很穩定嘛 而且她去探望她說是回去耶 所以是把南方的家當成是家了 對 沒有好不好 你們該不會結束 你就說 推出了心情你看 謝謝 然後就看我 你現在不主持 當然知道我們結束了 對啊 對 我們上次要祝福觀眾啊 對 先看到了我們 我們 拜託你們吧 好啦 拜拜 很高興又見到妳 歡迎您請坐吧 謝謝 開心味男友高又帥 小未子忍不住黃豚溝水 你跟他一起走在路上 男生看你的機率比較高 還是女生看他的機率 大部分人都是 注意他 看到他 問他是不是女性 希莉,你問了一副 很渴望的表情 對 你不要這樣出來 他就是有在健身的那一種 對不對 你好像很容易 你好像很了解 沒有,你做都很棒 不要 你跟他一起走在路上 好,最後問 是不是男生看你的機率比較高 還是女生看他的機率 大部分人都是注意他 看到他 問他是不是明星 所以他本人更帥是不是 希莉,你問了一副 很渴望的表情 你們還明出來啦 我還一直口裡攜帶 這要吞 意思是說 這個人在生活中 素著都那麼像明星 而且我旁邊幾位 看過他的女性 都是用 你知道非常高頻率的聲音 幾乎是尖叫 在講說他到底有多帥 好,最後問 我最後問一個問題 所以他自己就停住了 所以他是 從小在其他文化長大的華人 是不是 反正就是台灣人 然後現在在香港工作 OK 而且是有在健身的那種 妳怎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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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怎麼會了解 對啊,妳怎麼會了解 我朋友看過他本人 就一直跟我講說 多帥什麼 美什麼 對,一切都很棒 不... 不是 對,也會一個不潛在 這一個不潛在妳身邊 那邊捏到 那邊捏到 好可愛 好可愛 那妳男朋友難道不介意 妳跟一個這麼男性化的女生 做好朋友嗎 這... 不會 妳不是要我聊妳嗎 我聊妳嗎 妳果然是很會說話之道 對 就這樣就說出來了 女主角要來了 對啊 妳男也有看過他本人嗎 沒有 可是我男朋友聽到他名字 都會很開心 就說紅豆 對 他知道他是誰啊 對... 所以他趕上了阿雅 說紅豆的年代 有... 可是妳說今天被小S 問了半詞的時候 他會立刻下課嗎 不是,他問那個 許...許老師 我是誰啊 對啊,如果看了剉冰的話 應該也看過S的 我那個還比他更早紅好不好 對啊 對,我覺得他應該 妳現在妳好像打電話問他 對 對 可以問一下 現場聯繫 可是他如果看S剛剛講到說 一堆女生對他害得要命的話 他不樂翻了嗎 他應該會很害羞 妳講的層次就是 其實像張友柏的層次對不對 對,差不多 差不多了 好了啦 剛剛不是講到就 一個男性化的女生朋友 就這樣 妳跟他近距離對看 你不會害羞嗎 妳是說我嗎 妳不帥 他跟他男友在生活中 拍一些生活照片 就很像電影的場景 對啊 所以妳給S看到是妳們的自拍 不是 不是,是朋友的朋友 對,不是 妳拿出他照片 那些女生在尖叫的時候 妳心裡會偷笑說 這些人真的很 不掩飾自己 其實我不知道妳看過耶 對 妳要小心妳旁邊的朋友 妳要小心妳旁邊的朋友 我只很好奇 妳跟大帥哥交往是什麼感覺 妳丈夫也很帥啊 對啊 對啊 沒有 大大帥哥 我真的想要問你這個問題了 我體擦爛爛攤子好擔心 我真是 他比較是屬於穩重型 也很帥… 對,不是偶像明星的帥 不要再兩個帥哥在一起也是 聽起來很土 不要這樣子 有漢雅小姐出了新專輯 對 然後呢 她今天邀請了舞者來跟她一起 要拍給我們看 可是說實話 有想要看她的新歌嗎 帶舞蹈的喔 而且前面完全在聊那個白白的感情 然後突然就說 阿雅來跳個舞啊 對 為我們的討論 討論一下 那我可不可以點杯酒啊 那我可不可以點杯酒啊 這次造型是那個小春老師做的 他非常的滿意這次做的造型 可是妳那個舞蹈的走向 是不是想要再創紅豆的那個 那種感覺的高峰 也沒有刻意 因為我就發覺啊 就是譬如說 就是一般跟朋友嗨的時候 說會來跳個舞 那比較不熟的朋友都會嗨的時候 說我不會… 但我就覺得 跳舞哪有什麼會不會的 結果動起來就好 所以主要還是那個 讓大家可以跳起來的那種 曲風 等下大家自己評評理 他跳完之後 你就會知道他想要再創紅豆的那種 有露線的高峰 對 漢良 我這題是要問妳的 就為什麼S看到白白男朋友的照片 會那麼心動 而妳看到卻不會那麼心動 妳是一個完全不迷戀外表的人 是不是 因為我已經心如止水 善哉 善哉 因為男生對男生比較不會有感受 真的喔 你真的心如... 沒有啦 他從來都不是一個外表的線是不是 他不是 你看他歷任男友 不是 我老公在我身公司最帥的 就後來就可能當主持人 真的訪問過很多人 然後我就發覺 要跟一個人交往的話 你還是要跟他相處啊 然後你知道 就是還是要有那個感覺 所以不能只靠外表 對 所以妳的品味 轉往妳右邊那兩個男生的話 這兩個誰會先吸引到妳的目光 四鱗吧 雖然現在陰柔也很流行 但是我還是覺得那個男人的感覺 對我滿重要的 是 所以妳跟四鱗是一起主持節目 對 我們一起主持節目 然後妳知道四鱗把妳當什麼嗎 女神嗎 四鱗是把... 她形容柳太陽說出她是 妳現在都奉茶嗎 四鱗如果阿雅是長輩 那小燕姐是什麼 長...祖先 尊者 就是應該是以資歷來說 妳真的把柳太陽當長輩喔 她就是對我來說是大姐大那種 所以萬一阿雅跟妳一起主持的時候 忽然對妳有一絲流露感情的感覺 妳是覺得這絕對不可能 妳會吐是不是 對 而且我們也沒有差不多 我們都是三字頭的耶 我們現在都是三十幾耶 可是妳出那個剉冰進行曲的時候 她一定是小孩 對 所以... 所以就對 妳現在看到她是一個兒時看過的 電視裡的人的意思 對 都是 而且那個時候 都是看到她在電視上主持啊什麼的 然後所以... 因為我出道比較晚一點 然後所以後來有機會 跟她一起搭檔的時候 也不能說長輩 但對我來說就是她是一個 大前輩 好耶 大前輩 沒有比長輩好 不是 不是 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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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資歷 妳資歷來論 所以如果大前輩想要碰妳的話 妳 這是不可能嘛 對不對 我就會 很反感嗎 可以陪老前輩去看 沒有 沒有 我請妳的 因為一起主持的時候 本來主持大堂就應該擦出火花啊 對啊 有啊... 但是... 但是士林她其實比較賣熱 有很想當時有對她動心嗎 動心... 沒有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小前輩 小後輩吧 沒有 小輩 小輩 沒有 因為她其實... 她其實是一個滿害羞的人耶 因為私底下在... 我看了好幾次 她都帶很厲害的書在看 比如坐頭髮也是 還有坐車的時候 都是好厲害 看書 對 她都在看書耶 哪一類型的書 都看小說啊 然後一些歷史專輯 細胞分裂學之類的 沒有啦 那這樣阿雅應該會被妳打動啊 當時 應該喜歡學者不是嗎 阿雅 也... 我沒有特別要為了她 要打動她或什麼 就是私底下興趣 你沒有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不是...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就是... 我這個老前輩對妳沒有意思 不是那樣... 剛剛有把她當作老前輩 然後老前輩整天跟她搭檔 都穿那些暴露妝什麼的 她不是很難過嗎 就會很反感啊 妳跟她搭檔主持的時候 應該穿得很露吧 沒有啊 我們都... 因為我們主持那節目 是很多年輕人的 所以就是... 就我記得阿雅有一陣子 發奮圖長要變成性感的 這個已經清醒了 但妳跟我主持的時候 說真的 就妳看到我本人的時候 妳有覺得 這個老前輩還滿漂亮的嗎 是 覺得很漂亮 妳覺得阿雅很漂亮 請注意她用狠 她用狠這個字很漂亮 妳看一下莎何熙 我明明的字 很漂亮 劉漢雅並男性有人鬥樂 康勇小胃子充滿困惑 有一些男生他會比如說耍帥 會稍微鬥一下女生 沒有遇過那種情況 男生有對妳方便吧 男生有對妳方便吧 那 有方便啊 我人生說 糟糕在憲哥手上之外 就是妳的兩位 不是 我很驚訝 妳妳有這種經驗耶 我是講真的 真的嗎 妳有嗎 妳有日常 妳的時間嗎 不是 所以阿雅妳跟他工作的時候 內心都不會突然覺得說 這個男生滿可愛的嗎 沒有放電的感覺 所以在妳面前把開關關掉 不是 因為妳知道有一些男生 他會比如說會耍帥啊 又要怎麼樣啊 就會稍微鬥一下女生啊 但是他好像都沒有耶 妳有遇過那種情況 男生鬥妳 妳應該是把妳當成功 這幾個... 那應該只是巧姓吧 好像... 男生有對妳放電吧 應該多多少少有吧 不是 可是因為... 我人生除了糟糕在憲哥手上之外 就是我們兩位啊 不是 我很驚訝 妳有這種經驗耶 我是講真的 真的嗎 妳有嗎 妳有 沒有把它當女人看就對了 不是 就是可能... 因為我對平輩的 會比較放輕鬆一點 然後所以對雅姐我就會比較... 你很怕他愛上妳對不對 不是 我沒有那種想 就是會比較禮貌一點 所以真的是把開關關掉耶 覺得這不用管他 因為我也想他真的愛上他 沒有 我們都是困擾 對 不是 後患無窮 是 後患無窮 我覺得你這邊已經有隱形的 那個小宇宙了 對 我每次來這邊都有 不過馬遍康熙裡頭 那個副警施火 是我放的好不好 警察...來抓我 可以 也有可能在求她 你也不放得到嗎 對 你會用什麼方法 你先跟我講講 沒有啦 請問... 請問妳會不會答應斯林說 如果在一起 妳就多帶一些節目給她主持 或是什麼這種 哪會啊 這種用手段的方式 要就是來真愛 對不對 妳從來沒有跟後輩談戀愛過嗎 但是我滿久之前有一個 那個年紀滿輕的一個 小男生喜歡我的 然後我還... 不是 他是那個髮型師的助理 然後長得還滿可愛的 我不曉得耶 這種是不是髮廊 很為了要固定業務 什麼啊 怎麼那麼悲慘啊 哪有貨店啊 老闆派他出賣 會有這種事吧 一般不會 一般的話助理是不太... 沒有這麼主動 對 不能會跟... 譬如說我們都是藝人 設計師會這樣嗎 對 助理通常都不講話的 他在跟妳聊天的過程中 會流露出那種說 希望妳在事業上幫助他 或者是金錢上照顧他的這種嗎 沒有耶 他都是跟我談心 談他家啊 然後就是你知道可能... 那就很難得啊 可是他會不會幫妳當生命線 對 我覺得我可以當他生命線 但我沒有辦法當他的女朋友 我覺得他可能還是把阿雅當長輩 看好幾支電影 然後不會在電影當中牽手 但是他有一次 就一直很深情的望著我 就是我們看完之後再說 你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有刮個鬍子 沒有 他就這樣一直很深情的看著我 然後你知道就很無辜的那種眼神 然後好像感覺 他是有想要牽我的手之類的 但是我那時候就超緊張的 妳剛剛看了幾支電影 差不多兩三次吧 那不就期待在第三次看電影的時候 就應該要牽手嗎 有可能 是不是他動作太慢 有點讓妳不爽 還是妳在吃爆米花 不是耶 我就反而那時候就很俗辣啊 因為我覺得一牽下去 就代表是要有一個開始 但是就是我內心還是走 比較傳統的那種路線 所以我就覺得這樣子很危險 而且實在是差距太大 那後來怎麼提出分手 沒有提出分手啊 就是後來他約我 我就不出去啊 那後來還有在工作場合 遇到他嗎 有 但是 我覺得這個還比較好 因為年紀大比較 可以就是有那個髒髒 就是就完全就是 OK 我們就工作這樣子 不尷尬 那是威士比的廣告嗎 對啊 所以你在看哪裡啊 零酒愛混醇 你剛剛是在看哪裡 是一個很奇怪的角度 攝影機是不是 就放在那裡 妳是在碰到他的時候 妳就故意拿出一種 大姐的氣勢來 把事情帶過去就算了 對... 然後他也沒有傷心的樣子 他就是有的時候工作的時候 會這樣好像 你知道很無辜的那樣子 一直看著 那就再開始啊 幹嘛啊 我不是走那種路線啊 你說到現在他都還在... 沒有... 那已經好久之前了 OK 那他升成設計師了沒 我不知道耶 後來我就沒有再... 就沒有這個人的消息了 了解 他今天的那個造型 是陳孫華幫他做的 然後陳孫華很得意的是 幫他做了一系列的造型 讓陳建州認不出來 是有漢影 對 因為阿雅之前 有一陣子就跟我講說 他想要拍一些不一樣的照片 我就說 我最喜歡的一個攝影師是誰的誰 我就介紹他給他拍 然後他就說他要找一個 真的厲害的團隊 重新打造他 所以柳翰亞的人生追求目標 就別人認不出來是柳翰亞 因為知道他是誰住院之後 就會不想看 對 有沒有...大家趕快看一下 是不是還滿漂亮的 陳孫華這個... 是不是... 不是康永哥還有小S說的 陳孫華這個是 就是讓陳建州困惑說 這是誰的照片嗎 除了這個還有 其實這個比較... 比較近比較... 這個就是陳建州 這麼遠我當然看不出來 誰在那個位置都看不出來 是誰嗎 之前我給那個黑人看的是沒有修片 這個身形有拉長嗎 沒有 這是螢幕的關係 你們的螢幕本來就看起來比較長 這也有穿高跟鞋啊 對 而且穿滿高的 有耶 對 你裡面只穿多高 就是你知道要這樣子 對 然後他來拍了 然後站在一個台子上 士林 如果你約他吃晚飯 結果他穿這樣出現在台子 我應該會承受不起吧 你應該覺得我是認真的嗎 對 穿這樣來試運 對 我的第一個感覺應該都會... 都會殺豬 可是如果他穿這樣 然後夏立正在旁邊 他就是傳統產業的夫人 對...跟小三 所以陳孫華你很厲害 因為他身上這套 也是你幫他弄的 對 其實他這個頭上 其實還有一個那個蟑螂帽 待會兒看照片應該會有 那是因為... 對... 這是這一次專輯的造型 這一次專輯裡面的 這個就是刷冰的時候的啦 對啊 而且他這是現在的 還是要有趣嗎 但是有進階啊 因為他刷冰的時候 還是比較小孩子 那我這次希望他多一點 潮流時尚感 那把他那個以前的那種很... 活潑的 你不覺得他現在後來 有一段時間都很驚嗎 他有一段時間很驚 對... 因為他開始真的是 很認真的學佛 對 有可能 沒有 我其實那段時間 是在網內在找自己 但是我每次來到康熙 我就被打開了 沒有選擇 所以你說你後來 跟他接觸的時候 你有失望是不是 覺得他怎麼會 嚴肅到這種程度 那找我有時候 因為他是說 我想說是不是要出廠品 他說不是要做宣傳照 我想說 我沒有要做宣傳照 你也知道做宣傳照 要借衣服 那品牌有時候會因為 我不想借給這個人或什麼的 然後你露出又不能寫品牌 好煩 我就不接 那我就跟他們的打電話來說 我...我不接 他剛剛是說品牌 不想借給劉漢洋 對啊 我知道了 不是這個意思啦 就很多朋友會挑啦 比如說小S他們可以學說 一定要借啊 但是還是希望有露出的角度 可是做宣傳照 因為阿雅很難借衣服 也不會... 後來借到Hugo Boss嗎 他還滿... 就借到一系列男裝 那時候我就跟他說 我就跟他說 我很...很貴 我不做宣傳照這樣 那他就說沒關係 叫我一定要跟他見面 那我想他還要先見面 他說先見面先聊 他是不是推不掉那種 就是推不掉的 很黏人的那種 對 他就... 他就打給我 那我就想跟他見面 我想說見面通常應該會 就這個樣 你知道圈內大家都那個哈啦 會裝熟 是這樣子 那我跟他真的是 就見過不熟 可是他一見面坐下來的時候 我突然那個整個氣氛就 佛光回照 真的喔 他很樹木這樣子 小孫老師你好 對...他有一陣子這樣 對 你好 我是亥雅 那我希望這次呢 你們幫我打造 整個變社交節目 還用到您這個字 對...您 對 小孫老師 我希望您這一次能夠幫我打造 就是以往我看不到我自己的部分 這些手勢都是真的 所以他那時候就是要追求 被打扮成高雅的 那時候其實我也不太知道他要幹嘛 因為我對他印象 還是那個紅豆那個印象的聲音 所以當一見到他的面的時候 我是腦袋重新洗牌 說你是誰啊 結果你怎麼突然變成一個那個 但後來熟的時候 我還是滿好笑的吧 有啦 中間會 譬如說他前面還是會剛開始 到現在還是喔 我們一起工作 即便是熟了 他也到現場還是會這樣 來了 就是還是來演一段那個 我就是這種人啊 然後突然一下子 才會給你來個兩三下 然後又回到這個部分 有啦 他走進我們 晃晃晃晃晃晃晃 也是跟我們來那套 可是我們就立刻講一些 很不堪的話 他到底立刻是過 就是這樣不行 劉漢亞轉達老公說的話 當場惹怒小S 不是 可是其實我常聽 真的常聽到 他周圍的男性都是很 折服於他的美麗 真的 沒有 我看你的眼神 是把你當成國文豪的那種心情 對不對 對 因為有些男生會很愛他 你很男生也很輕生 對 他真的覺得我滿漂亮的 然後他覺得 我跟CD的話 就我長得比較漂亮 艾亞你今天不用唱你的歌了 除非你把這句話說回來 你現在跟當時他們說得很端著的那個 有差別了嗎 我覺得有一段時間 我是比較扭捏的 因為你知道那個18歲出道 那時候不是剉冰嗎 然後又主持很多節目 我覺得我那時候就是屬於很用力型的 就是那種出身之獨不畏虎 就什麼之間 表情都很誇張 每一天都是處於這種狀態 後來呢就是開始覺得說 難道只是那樣嗎 但是當我就發覺說 我不是只是那樣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我要怎麼樣了 所以我就整個就往後退 我就想說 因為我是比較糾結的 我想說我要自己理一理一理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我覺得現在開始慢慢 就比較舒服的狀態 所以你說你找不到自己 那段時間多長 兩 三年喔 現在找到了... 我就發覺 好吧 我就讓你... 我不自己講 你現在就要講了對不對 其實那時候拍電子 還是有滿露 有背後落 然後胸滿低 然後她那時候就說 她想要漂亮 她說她想要找漂亮的這件事 然後我就想說 好啊 最喜歡挑戰那個 大家認為好像 妳身上沒有的特質 妳現在說話還講得出來 什麼叫做身上沒有的特質 沒有 就是發覺還沒有發覺 我一直都很漂亮 因為講到暗眼去訪問每一個人 不會有人用漂亮形容妳 頂多是說 剉冰淨型選紅 我就說我認識 就是誤在憲哥 還有你們兩個人手上 因為你知道... 妳知道我真的曾經 妳都稱讚妳漂亮嗎 很多人稱讚妳漂亮 就是看到我本人的時候都說 妳本人 妳本人真的還好啊 這是... 不是 一般觀眾就會說 妳比電視上漂亮很多 那就是觀眾的禮貌的話嘛 對啊 可是因為妳可以體會 有女生是這樣長大的嗎 就是沒有人看她說漂亮 可是我小的時候 就很漂亮 沒有... 我小的時候 我是很自卑內心的 因為我長太高了 對 我很... 從小就駝背 我記得我小學畢業 我爸媽拿那個我運動教去 就那叫什麼運動會 不是大家都排那升旗隊伍嗎 然後那時候我是頒獎 我就站第一個 然後說那個 我爸媽給我姐姐看 他說心慧在哪裡啊 因為看不到 因為我站第一個 然後其他小朋友 到我胸部這邊 所以我從小就是很自卑 就覺得我跟大家不一樣 所以是拍到其他小朋友的臉 然後只拍到妳這邊嗎 是 沒有 我就是一個遠的... 就是一個比較遠的景點 比較遠的照片 然後就看不到我 因為大家就會 注意那群小朋友好可愛喔 可是我其實就在... 大家以為妳是老師的 對 就以為我是老師 所以艾亞有跟妳抱怨過 沒有人猜她漂亮的事嗎 沒有 可是其實我常聽 真的常聽到 她周圍的男性都是很... 折服於她的美麗 真的嗎 真的嗎 像是她老公 會給妳的錢收到嗎 真的嗎 因為我看過她老公 看她的眼神 真的是那種 就是被迷婚的那種眼神 我周圍真的一些男生也是 知道我就要做艾亞 他們還很開心耶 真的 對 而且她都覺得 如果跟這樣的女... 我有問過 說跟這樣的女生跟得很漂亮 比如說像白晴蕙這種女生跟得 他們就說白晴蕙 那就是跟兩個很漂亮的女生之間 要做什麼樣的選擇 對 他們就說 他們會講說白晴蕙就交往玩一玩這樣 很漂亮 很有面子 可是他們覺得說 跟艾亞在一起的時候 就很快樂會 必須娶她 不然不會 因為大家喜歡阿亞會覺得 她可能個性是好相處的 很快樂 但是她不會做家事 但是可能跟她這幾位後悔是 沒想到她每一天都佛光返照 對 妳知道妳會不會做家事啊 佛光返照很好啊 如果有時間的話 我就做得很細 妳老公看妳的眼神 是把妳當成同袍的那種心情對不對 對 因為有些男生會很愛她同一個男生 因為她出生名字 對 她真的覺得我滿漂亮的啊 然後她覺得我跟CD的話 就我長得比較漂亮 妳今天不用唱妳的歌了 隨便妳把這句話說回來 丈夫可以稱讚自己太太 不然日子不好過啊 夏和熙跟艾亞是因為演戲 拍戲認識的 她說夏和熙在那個書寫裡面 是男寺 可是她常常坐在她旁邊拍照 大家都以為她是男一 是 這種話可以講嗎 很傷人啊 對啊 因為她不知道自己是男寺啊 而且不是她自己要跟我講 是贏在我們劇本地 沒有 寫出來 沒有 就那時候我們就是 夏和熙 你們戲有算這麼戲到男寺啊 就是 因為 剩到二就可以了吧 有啦 有一二三四 你收到腳本上面會寫說 男寺的腳本嗎 有 就是第四條線的 陳漢典 我還演過男八耶 故事線對不對 對 我還演過男八 就寫配角就好啊 就是可能因為角色比較多啦 對 就是故事的那個線 他們會分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所以不是排第四的男生 是表示是第四條線的男主角 是這個意思嗎 對...應該是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你看 第一眼看到阿雅是什麼感覺 好莊重 沒有漂亮嗎 有 因為她那時候頭髮比較長 我覺得比較漂亮 綁馬尾 對...那時候綁馬尾 然後你有搶著坐在旁邊拍照 後來跟雅姐比較好 因為就是會聊一些 有的沒的事情這樣 然後她也很願意跟我們聊天 所以就跟她比較好這樣 而且我們拍戲常笑場耶 對 我拍...因為她後來我是演 她是我大嫂 她演我大嫂 然後她嫁到我們家來 然後真的跟她很好的那個時候是 在拍結婚的戲的時候 我發現她... 就是全場的人發現她沒穿安全褲 因為我是演她的小舊子 我要幫她拉那個婚紗的裙擺 結果不小心拉得太高 現場的人全部看到她內褲 就是... 所以我... 所以我因此變得跟你很好嗎 對... 我不是故意的啦 我只是覺得她會踩到 所以我踢比較高 不是 因為你知道 她那個戲來得很認真 她還要就是那種傳統的那種習俗 要過火你知道嗎 然後踩瓦片 所以我就是真的要過一團火那樣子 可是會是要拉多高啊 也不可能太高 就是因為她那時候 沒有很高 因為我都想說會踩到 所以我就拉在胸前這樣 結果後面攝影師一拍就拍到她的內褲 就全場就傻眼 然後她就毆打我這樣子 然後所以之後她開始變得很熟這樣 妳跟白星會沒有到底變朋友啊 你們有合作過嗎 有啊 我們一起主持 還有Ruby 幾個女生一起主持的節目 對 然後妳是不是很喜歡開導她 我覺得我應該算是 好朋友的垃圾桶吧 願意聽 對 阿雅有沒有跟妳講說 算了就放下吧 放下什麼 所以漢水很喜歡講這類的話啊 緣分啊什麼這類的 過去吧 常常聽到她講緣分兩個字是真的 你有想要掐出她猴頭嗎 不會啦 就有時候就是 我其實最喜歡看到她的開關 就是每次 永遠很認真 超認真的 然後突然會有一秒 就突然就是 就看到紅豆內莎娜這樣子 她會突然這樣子一下下 然後她都很正面了 真的 對 我是屬於爆衝型的 對啊 妳幹嘛一直這麼正面啊 拜託 被你們倆還有憲哥這樣子枕 這麼多年 我如果不正面我活得下去嗎 我可以還是說 妳的負面是只有妳老公看得見 我覺得我還好我耶 我現在真的比較很少有負面的時候 如果有的時候心情不好 我就可能哭一下也就沒事啊 出專輯叫女漢子 她心裡一定有掙扎吧 她就是不想當漢子啊 就是抓出女漢子 所以才印在一個女啊 不然就說漢子 那是女漢子 現在他們就說網路上有統計 就是現在女漢子 不是說一定要很男 是如果你有三個 她扛得起很多事情 扛得起很多事情 然後還有如果你對那種3C很了解 那也是女漢子的表現 3C很了解算嗎 因為任何本來設定為男生才懂的事情 女生懂得就叫女漢子 還有就是如果妳可以穿高跟鞋 做很多事情 那樣的鞋是女漢子的一個表現 所以妳沒有抗拒這個名字 沒有啊 所以公司一開始有說就叫漢子嗎 沒有啊 硬漢子 又為什麼比較好高兩算 就是這樣 可是妳有想要穿得很性感的當女漢子嗎 沒有耶 我現在開始到了這個年紀知道 其實性感是 不是那種要漏才叫性感 可是性感不是要漏 那是要怎麼性感 所以妳今天有性感的元素在身上 我覺得我今天從一開始出現在螢幕前 就一直無時無刻不散發的性感 哪有 譬如說我的猴傑 還有快要長出來那個輕輕的鬍子 陳先生還幫她做這次專輯造型的時候 有想要照顧性感這些 沒有 其實我很害怕說她要再做 像以前那種卡通還是什麼的 然後我也覺得如果還要再做那種 你知道唱片的時候唱情歌 可能要風吹柔柔的 我也很害怕 所以我一聽到那女漢子我就好高興 又覺得這個介於中間這部分 那的確現在妳可能看不到 她有那個女人偽的時候 當她抱小孩來的時候那一刻 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弄頭髮 她抱小孩進來的時候 陳老師很想對她放人間 對 我說即使妳現在看不到她性感 可是那時候我的確真的 看她抱小孩來的時候 就好高興的就這樣 大家早上湧上去 然後她就會突然說 沒有洗手的大家不要碰這樣 我心裡想說 正好因為我很不喜歡小孩子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去碰她 可是那時候妳會發現說 那個好女...好女神 她的嬰兒很可愛 很可愛 她原來臉超立體的 對 可愛的 超可愛的 是像她老公嗎 沒有 沒有 妳也這樣咬 如果房內失火了 警察太多 我看到這個焦 她身材滿好的啊 沒有 她說她身後不行 只是因為已經狀態不一樣 所以她自然而然會有不一樣 她邊紅這麼多年 妳看到有一些歌手推出 有點像那樣子的東西 然後很多觀眾卻只知道 那些後來的作品 卻不知道剉冰的話 妳心裡面會一直有冷笑說 我才是主師爺什麼的這些 不會耶 因為我覺得那個經典是 無法被取代的 竟然說自己的作品是經典 很嚇到 而且妳知道現在除了 妳就很習慣 人家說剉冰是經典這件事 就是現在還是常常會遇到說 我去什麼KTV唱歌 都會點妳那一首 還有壁花小姐 那個笑聲啊什麼的 對…壁花也好厲害 但我這一張其實 我這一張的那個目標是 把我的這個整個定位 就是是 應該是跟那個 蔡依林跟蕭雅軒 差不多同樣的風格 因為現在放眼望去 我這節目好像可以做音頂的 放眼望去 現在可以穿著高跟鞋跳舞的 除了蔡依林跟蕭雅軒之外 就是我 還有很多安心雅 還有郭淑雅 烏克蘭的男生都穿著 對… 其實非常多 OK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節目好不好 所以等一下要去穿著 高跟鞋跳對不對 對 要跳一首火鍋爽 什麼東西 因為吃火鍋有沒有 因為我就發覺真的 大家都太愛吃火鍋了 請問文法上就說 吃這個火鍋爽 還是這個火鍋自己很爽 是什麼 你也可以兩個都可以啊 就是吃火鍋就是已經很爽 裡面該不會是有跟剉冰進行去 那種剉…很像的路線吧 你明明就是先看過我的舞蹈 不會也有把食材都像剉冰一樣 點一次吧 驗角喔 對… 鯉魚角 沒有… 聽了就知道了嘛 你是不是很心虛 我現在是很開心 不覺得很興奮嗎 你聽了就知道了嘛 好啦 劉太陽上場囉 對… 希望吃啥呀 不知道耶 你覺得咧 那咱們就吃烤肉唄 烤肉啊 呃… 吃飯幹嘛 吃烤肉 烤個肉的那麼久 肉喜歡跟你裝熟 還沒吃到額頭出油 不炭有食不熱情 蛤蜊愛耍自閉 弄火鍋多麼容易 喜歡吃什麼 偷家進去 冬天吃火鍋爽 可以冷暖心房 夏天吃火鍋爽 可以流汗又減脂肪 春秋天吃乾爽 可以賞花賞月賞秋香 廢話別那麼多 廖火鍋裡 全往火鍋裡 火鍋我最愛 就是要 再加一點汁 然後撈米茶 很厲害 謝謝阿姨 謝謝 不錯耶 真的 而且妳下盤怎麼那麼穩啊 對啊 然後我覺得剛才有幾次 已經有點不穩的感覺 沒有 妳超穩的啊 真的嗎 我還一直期待 看到妳有點跌倒耶 真的啊 結果妳都沒有 謝謝 謝謝維中哥 很好 妳還長大了 蹲下指針什麼都好穩喔 所以妳們是前面呼完我巴掌 現在總算可以 妳們已經下了是不是 因為我們這段主要是要 只要妳下盤我 沒有其他人 而且妳們現在應該不會 再誇我同事 妳們在摟字了吧 對啊 太誇張了 是… 我相信會引起風潮 在KTVB很好帶動氣氛 謝謝 謝謝妳今天玩 然後謝謝妳帶朋友玩 謝謝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